我们要上课了 你好,同学们好 我叫徐老师 今天是2016年3月1日 我们上第一堂课 是问好 我叫徐静辉 大家也可以叫我徐静辉老师 或者是徐老师 现在我请大家做一件事情 每个人的桌子上有一个台卡 要做一个自己的名片 比如说徐老师叫徐静辉 我出生在中国 我是老师 所以我的台卡要写成叫徐静辉 我出生在中国 我是老师 所以我的台卡是这样子的 现在我请每一位同学 做一个自己的台卡 放在桌子旁边 很好 谢谢 谢谢同学们 大家做得很好 我们今天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呢 今天主要的目标是来学习 交换基本的问候信息 然后呢要自我介绍 并且询问对方的姓名 我们还要确认对方是老师还是学生 第四点呢 我们要辨明对方的国籍 我们怎么样达成今天的目标呢 我们要分八步走 怎么样的八步呢 第一步我们已经做完了 自我介绍一个名卡 第二步呢 徐老师有个自我介绍的一 然后我们两两练习 接下来呢 徐老师还有一个自我介绍二 我们加入了更多复杂的询问的句型 然后同学们还要再两两练习 接下来呢 徐老师会总结一下 我们所学过的新的词汇和语法点 然后我们全班再做一个大型的练习 所以我们分这八步来达成今天的目标 最后我们要总结 留作业 还要大家写一个小小的出票 来看看大家今天到底学习了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讲课的主要安排 现在来看看徐老师的自我介绍一 你好 同学们好 你们要怎么说呢 你好 徐老师好 很好 我叫徐静辉 我叫徐静辉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大卫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玛丽 很好 徐是我的姓 静辉是我的名 哪一部分是你的姓 哪一部分是你的名呢 哦 张是你的姓 大卫是你的名 所以你叫张大卫 很好 你呢 哦 叫柯玛丽 柯是你的姓 玛丽是你的名 很好 我是中国吉林人 我是中国吉林人 你是哪里人 你是美国人 你是哪里人 你是波士顿人 你是哪里人 你是美国纽约人 很好 我是老师 所以你们可以叫我徐老师 我是老师 你是老师吗 你不是老师 我是老师 你是老师吗 哦 你是老师 很好 谢谢 这是徐老师的自我介绍 现在我要邀请同学们呢 你们要量量练习 你是A 你是B 你是A 你是B A说你好 B也说你好 然后A说我叫徐静辉 你叫什么名字 B要再回答 B要再回答 我叫大卫 很好 A可以问 我是老师 你也是老师吗 B要回答 我不是老师 我是学生 好 大家要用三分钟的时间量量练习这个对话 好 大家练习得很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下一个环节 徐老师自我介绍2 刚才问到呢 是一个问候 是一个自我介绍 如果你问别人怎么问呢 比如说 说我叫徐静辉 一般的情况 你问什么样的句子 我才回答 我叫徐静辉呢 大家想一想 很好 你叫什么名字 你会回答 我叫徐静辉 或者用另外一个 有点尊称的方式问 非常有礼貌的方式问 怎么问呢 很好 您好 请问您贵姓 或者说您好 请问您贵姓 一般的你怎么样回答呢 对了 我免贵姓徐 我免贵姓徐 很好 那下一个你回答完了 你要问对方是什么呢 所以你要问你呢 我免贵姓徐 你呢 请问您贵姓 哦 你免贵姓科很好 请问您贵姓 哦 你免贵姓王很好 下一个 你是中国人吗 你问我 你是中国人吗 我才会回答 我是中国吉林人 所以我要问你 你是中国人吗 你不是中国人 很好 你是美国人吗 你是美国人 很好 下一个 我是中国人 如果回答呢 直接把妈去掉 我是中国人 或者再进一步回答呢 我是吉林人 所以你是美国人 你是波士顿人 你是美国波士顿人 如果问你是哪国人 你可以回答 我是中国吉林人 另外一个如果回答 我是老师 怎么问我呢 你是老师吗 你要回答 是 我是老师 我是中文老师 你是老师吗 你是老师 很好 你是老师吗 你是老师 你是教什么的老师 我是中文老师 你是数学老师 大家做得很好 现在大家用两两练习的方式 进行练习这段对话 如果A问 如果A问您好 请问您贵姓 B要回答 我免贵姓徐 如果A问 你是中国人吗 你要回答 我是中国人 你是老师吗 是 我是老师 我是中文老师 然后我不是中文老师 我是学生 所以现在要A B A B 两两练习三分钟 A B 两两练习三分钟 很好 练好之后再交换过来 谢谢同学们 大家做得很好 刚才徐老师 主要做了两个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一 自我介绍二 大家进行了两两练习 现在徐老师要做一下词汇的总结 和语法的介绍 最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全班的练习 今天学习到的声词和词汇呢 主要包括 你好 那依你和哦好 请问贵姓 我们学过 请问 无恩问 贵 各位贵 姓 好 大家默读 很好 下一个呢 我 我 我 大家跟着我默默的在下面读 很好 呢 很好 大家跟我读 小姐 小姐 叫什么 是恩神 什么 什么 很好 名字 摸英明 名字 先生 很好 我们还有两个名字 在课文中提到 李友 姓李的李 王鹏 还有姓王的王 我们还学过 是 你是老师吗 是 老师 还有 吗 不 我不是老师 还有学生 你是学生吗 学生 也 你也是老师 你也是老师吗 人 你是中国人吗 你是美国人吗 还有我们学到的主要国家的名词 中国 还有一个城市 北京 美国 美国的城市是 纽约 纽约 大家一定要注意正确的发音 尤其是要学会正确的拼音 这样对你下一步能打出正确的字 非常有帮助 接下来呢 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语法点 这些都在课本里 大家课后一定要仔细阅读课本 我们学过姓 你姓什么 我姓徐 你姓什么 我们学过了一个姓 还要问 你姓李吗 我不姓李 不姓是一个否定句 还有 你贵姓 我姓王 一般的不会说我贵姓王 会说我免贵姓王 很好 第二个语法点呢 请问你贵姓 我姓李 你呢 我姓张 你呢 所以要问对方的名字 第三个语法点呢 叫 我叫徐静辉 你叫什么名字 对 还有一个 你叫李生吗 我不叫李生 第四个语法点呢 是 我是老师 你是老师吗 我不是老师 我是学生 你是学生吗 你是学生 很好 是不是美国人 是不是中国人 我们还学过 吗 表示疑问的语气 你是老师吗 你姓王吗 你姓张吗 很好 很好 下一个呢 不是 我不是美国人 我不姓张 很好 不表示否定 下一个还有也 我也是老师 我也是老师 我姓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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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中国人吗 我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 写的正确的位置 好 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全班练习 全班练习呢 大家先把座位排一下 做成一个大的圆圈 是一个演讲汇报形式的 好 大家把椅子串一下 做成一个大的圆圈 这个全班练习呢 主要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每个人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什么名字 我姓什么 我的名字是什么 我的国籍是什么 我的职业是什么 第二圈 第二圈大家注意了啊 向全班介绍你所了解的 有关你同学的一或两件事 你呢 要向全班介绍 你所了解的 有关同学的一件或两件事 大家先用一分钟的时间思考 六分钟的时间做练习 谢谢同学们 大家做得很好 通过这项练习呢 我们了解到 我们全班共有17名同学 有十位来自美国 三位来自德国 四位来自法国 很好 我们有十名老师 七名学生 大家做得很好 谢谢同学们 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主要的内容 下面我们再做一些总结 首先呢 我们学了一些基本的有关徐老师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做了两两练习 然后徐老师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主要是加入了一些询问的句子 大家同样又做了两两练习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全班的练习 自我介绍信息 询问对方的信息 和你所了解的有关别人的信息 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主要的内容 接下来今天的作业呢 是大家要把书写练习册中的 所有的汉字都要按标准的笔顺写完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业 谢谢同学们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主要内容 不过在大家下课之前呢 还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就是出票 要把你的姓名日期主题写在上面 还要包括你今天所学的主要单词 或句子或语法 不要用任何的参考资料 凭你的记忆 写下你所有学过的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下课 再见同学们